如果人死了,银行有100万存款,没人知道,银行会通知家属吗? 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突发意外趋势,结果卡里面的钱不仅没有花完,就连他的亲人也不知道有这笔钱的存在。 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发生,银行会不会主动通知家属呢? 说到这儿,欢迎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,咱们接着往下看。 这样的现象每年在我国都有发生,银行基本上是不会去通知的,这让人非常的不理解。 有些人认为,这样做是不讲道德,是银行故意而为之,想把里面的钱全部占为己有,其实不然。 只是想要通知家属的话,对于银行来说非常的麻烦,每天去世的人这么多,银行真的是很难知道。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去世了呢?总不可能啊,每天给银行的客户打电话,打一个电话过去,问一些魅气的问题吧。 所以啊,对于银行而言,他肯定不会去干这种事,砸招牌的事情。 如果储户真的去世了,当地的公安在知道之后,会把他进行销货处理。 银行这边啊,也是完全不执行的,并不会通知到银行。 对一万步来说,就算是已经知道了储户,去世了,银行想要联系到他的家属,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这需要耽误不少的时间。 银行每天的工作非常的繁忙,时间啊,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金钱,他们肯定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。 可能会有朋友想说,想用手机号码联系一下不就行了吗? 但在日常生活中,现在啊,不少人使用手机号码更换的频率啊,也越来越快。 除了更换以外,还有不少的人因为欠费直接停机,这让银行啊,非常的为难。 如果人死了,银行卡里的余额为什么银行不会通知家属呢? 这对于银行来说啊,并没有任何的好处。 去世人的家属啊,也并不会感谢银行,这银行还得派好多的人去联系这些家属。 并且对于银行来说,它本来就是一个存钱取钱的地方, 他们呢,并没有任何的义务需要去联系去世的储户的亲属, 让他们来办理相关的存款的问题。 银行联系的话是他们的情分,不联系也不能怪银行。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,银行想要去调查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去世了, 整个流程相当的繁琐。 首先,需要提交申请,才能够到这个户主的户籍部门, 看看相应的储户是不是真的去世了。 而对于银行来说,它每天的客户非常的多, 哪怕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支行,拥有着十万百万的客户。 对于他们一个个进行排查的话,每个好几个月都便想得到结果。 这银行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愿意去调查的, 并且啊,通知这些家属来处理相关的事宜, 对于银行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好处, 只能给他们带来不少的麻烦。 因为他的亲人不知道这笔钱的话, 那么肯定就不知道他的密码, 到时候要耽误不少的时间。 对于银行来说这笔钱放在里边呢, 银行还能够利用他去赚钱, 一旦被他的亲属全部给拿走了, 对于银行来说百害而无一利。 当然也有一些银行啊, 出于人道主义, 可能会去联系居士者的家属, 只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。 如果人死了, 银行卡里的钱最后就归银行所有了吗? 这笔钱并不会属于银行, 但是很大的可能性, 他会一直待在银行里面, 没有办法被取出去。 这并不是说银行想把他占为己有, 只是说银行并不愿意一个一个的去查存款人是否离世, 这就会让他一直放在银行卡里面。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储户长时间没来处理, 也查不到他的任何消息, 这个时候银行就会清理这些存款。 一旦出现大量的人员死亡的时候, 银行也会对他们进行特别的对待, 先把他们卡里面有没有钱给调查清楚。 如果联系不到家里人的话, 银行就会把这些钱全部上交给国家, 大部分的概率就是归国家所有了。 如果说在之后去世的人他的亲人知道了, 他的卡里面有钱, 想要把这些钱取出来的话, 也需要提供相关的材料。 得搞清楚和去世者是什么关系之后, 银行才能够把这一些钱分给他, 而这个过程也是相当的麻烦。 因为最近这些年, 冒充清楚来领钱的人数不胜数, 一旦出现这种过错, 银行就得来负责, 所以银行在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是相当的小心。 你认为遇到这种情况, 银行应不应该通知去世者的家属呢?